第2011章 真的太累了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打定主意 谭云便开始牢记 四数心得内的所有内容 斗转心仪 三日已过 盘西尔坐在圣池天山后山的谭云 徐徐睁开了双目 三日时间 他已将四数心得欲解内的所有内容 倒背如流 是时候参悟四数秘点了 谭云闭目凝神 进入冥想 来到了四数秘点欲解内 身处于灰蒙蒙的独立空间内 准备开始参悟四数心欲祖师爷 炼制适合祖王静弟子的所有丹药 若谭云 能将适合祖王静弟子的所有丹药的炼制过程 参悟透彻 便意味着谭云的丹数造诣 会晋级圣接祖丹师 倘若谭云可以将 适合祖皇静弟子的所有丹药炼制参悟透彻 意味着丹数造诣 会晋级为圣接祖皇丹师 剩下的以此类推 谭云腾空而起 悬浮在了那尊高达百丈的丹顶上方 心生默念道 可以开始了 话音腐落 历时 缥缈的丹顶上方 浮现出一名几乎透明的老者身影 老者便是四数祖师爷的影响投影 谭云凝神静气 开始全神贯注地观察着 四数祖师爷的一举一动 在谭云视线中 但见四数祖师爷身前 幻化出369种神样 谭云通过四数心得的记忆 得知四数祖师爷接下来 要炼制祖皇进者服用的祖皇丹 同时 要炼制四次 第一次炼制下品祖皇丹 第二次炼制中品 第三次炼制上品 第四次炼制极品 这时 只见四数心育祖师爷 口腔内喷出了一股本命真火 自丹顶下方 熊熊焚烧起来 谭云脑海中一边浮现出 关于炼制下品祖皇丹的心得 一边开始目不转睛地盯着丹顶 当然 炼制祖皇丹的心得 包含了如何掌控火候 以及丹顶的热炉程度 还有炼制过程中 各种神药药性的融合等等 此刻 谭云发现 丹炉急速变得通红 他通过心得得知 实际热炉时间极为漫长 之所以 丹炉迅速通红 是因为热炉的过程变快了十万倍 同样谭云也清楚 接下来炼丹的整个过程 也会保持在正常速度的十万倍 嗖嗖嗖 下一瞬 谭云发现 四数星域祖师爷的手臂 急速每挥动一次 一颗神药便飞入了丹顶之中 在接下来短短的一刻中 祖师爷炼制下品祖王丹已经结束 整个过程 看得谭云眼花缭乱 尽管如此 谭云还是颇为确幸 自己根据炼丹心得 再加上观看炼丹过程 现在若让自己炼制下品祖王丹的话 一定万无一失 若让外人知道谭云仅仅观看一遍 便能炼制出下品祖王丹 一定会震惊地掉了下巴吧 玄机 谭云接续全神贯注地观看 炼制中品祖王丹的过程 春去秋来 转眼间一年已过 谭云已将适合祖王进所有丹药的炼制炼制过程 参悟透彻 虽然谭云并未练过一次丹 但他确信 自己丹术早已 已从圣阶至尊丹师 跨入了圣阶祖丹师 随后 谭云并未继续参悟 关于祖王进所有丹药的炼制过程 而是开始参悟 四树心域祖师爷 炼制各种祖器的过程 又过了一年 谭云将所有祖器炼制过程参悟透彻 意味着谭云炼术造诣 从圣阶至尊弃师 达到了圣阶祖器师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 谭云先后参透了祖福 祖镇的炼制 布置过程 使他服术造诣 达到了圣阶祖福师 圣阶祖镇师 短短四年时间 谭云在四树造诣中 如此恐怖的晋级速度 若传出去 恐怕都没人相信吧 春去秋来 一甲子时间已过 在这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的六十年中 谭云从参悟四树最开始的兴奋 激动 时至今日已变得疲惫不堪 因为谭云参悟的炼丹也好 还是炼器 炼服 炼阵也罢 越到后面越复杂 复杂的程度 第一次让谭云感到 自己在四树造诣中 悟性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 六十四年如一日盘息而坐 宛如盘石的谭云 神色疲惫地睁开了双目 叹息道 整整六十四年了 我四树造诣才达到了圣阶祖圣丹师 圣阶祖圣祭师父 圣阶祖圣福师 圣阶祖圣镇师 距离四树新玉祖师爷的圣阶道圣丹师 圣阶道圣祭师 圣阶道圣福师 圣阶道圣镇师 还相差得太远太远 倘若谭云的叹息声 被道坤听到的话 一定会震惊地发狂吧 其实是谭云妄自菲薄了 要知道 短短六十四年 便先后从圣阶至尊丹师 晋升了祖丹师 祖皇丹师 祖地丹师 最终晋升了圣阶祖圣丹师 这是多么的逆天啊 而且 在这六十四年中 谭云不仅丹树造诣 达到了圣阶祖圣丹树师 其他三术 亦是达到了圣阶祖圣级别 如此消息 若传出去 足以震惊整个至高祖界啊 谭云深吸口气 带着疲惫 再次凝神闭目 进入冥想 来到了四术密点预解内 开始参悟更高的四术造诣 时光飞逝 十六年已过 整整耗时十六年 谭云四术造诣终于达到了 圣阶道丹师 圣阶道气师 圣阶道福师 圣阶道阵师 然而 然而由于谭云过于消耗心血和精力 他此刻原本乌黑的长发 已浮现出一缕缕白发 这一切他并不知道 四术造诣再次提升后 谭云缓缓睁开了双目 苍白而英俊的容颜上 写满了激动之色 他心生坚定道 二十年后 便是三大星域四术之间的博弈 据说人族心欲 兽族心欲的四术造诣最强的圣子圣女 全部都是道神丹师 道神器师 道神福师 道神阵师 现在我的四术造诣 距离他们只有一步之遥 还有二十年时间 我要努力参悟 争取四术造诣 都能达到圣阶道神丹师 圣阶道神器师 圣阶道神福师 圣阶道神阵师 唯有如此 我才有机会击败他们 让四术心欲生存下去 只有这样 才能在九万年后 我想尽一切办法 以四术心欲中人的身份 进入远古火域 寻找兵属性 火属下火种 况且 道坤 新兵玄待我不薄 我一定要帮他们 度过四术心欲 即将消失的命运 谭云暗存之音 突然中断 他赶到鼻腔内 一股股热流 伴随着血腥味流淌而出 他伸手摸了一把鼻子 发现手中的都是血液 此刻 谭云鼻腔内 不断地流着血液 令人揪心万分 看来我真的太累了 谭云苦笑一声 他清楚 自己八十年中太拼薄了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谭云颤微微地 抹去了鼻血 忍着疲惫 再次闭目凝神 开始参悟四术秘点 本章完 第2012章 百年巨变 白发苍苍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与木 时光飞逝 光阴四剑 已过十九年 盘膝而坐 进入冥想的谭云 浑身发抖 鼻腔内再次涌出了血液 他心中一个声 不停地念叨着 这里到底怎么回事 为何我参悟了这么久 就是无法参透 此刻 谭云的四数造诣达到了 高阶道神丹师 高阶道神器 高阶道神福师 高阶道神阵师 然而 在他冲刺圣接道神丹师时 关于六千多种神药 几乎同时融合之事 难住了他 他始终无法相通 在谭云绞尽脑汁思寸时 他的长发 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徐徐变白 短短三夕间 谭云头上已有六成的黑发 彻底变白 由此可见 谭云在参悟密点时 多么的艰难 多么的疲惫 斗转星域 十一个多月已过 夜幕降临 明日便是三大星域圣弟子 四树对决的开启之日 圣池天上之巅 古楼 二楼女儿间装扮的闺房内 新兵玄神情忧郁地起身下榻 迈出了古楼 化为一道残影腾空而起 急速穿梭在夜幕中 朝四树浮路飞去 一个多时辰后 夜无星辰 漆黑如墨 So 依旧紫沙遮面的新兵玄 飞落在了四树圣殿外 迈入了大殿 便感到一股压抑的气息 笼罩着心头 此刻 大殿内 大富翩翩的道坤 有气无力地落座在座椅上 在他身前站着 西同海 苗青青等八名清传弟子 八人面朝道坤 低头不语 发现新兵玄进来后 也只是回首望了一眼新兵玄 算是打过了招呼 兵玄 怎么样 道坤望着新兵玄 浑浊的眸子流露出期盼之色 新兵玄公身道 师尊 徒儿让您失望了 徒儿的确对四树没有一点兴趣 百年时间 徒儿四树造诣 没有丝毫提升 如今 徒儿还是祖圣丹师 祖圣弃师 至于服术 镇师 徒儿 徒儿更加不行 新兵玄十美眸中 尽是歉意之色 明日三大星域 圣弟子之间的四树博弈 就要开始了 这可怎么办 道坤叹息道 你们九人中 只有同海 如今是高阶道神丹师 高阶道神器师 据可靠消息 人族新玉中圣弟子中 实力排名第一的楚无痕 得到了你们大师伯的真传 如今已是圣阶道神丹师 圣阶道神器师 除了楚无痕外 还有人族新玉圣女 上官与新 据说已是圣阶道神福师 尤其是镇术 已达到了低阶道王镇师 有他们两个在 我们根本没有丁点赢得机会 况且 兽族新玉 还有一名圣女 两名圣子四树造诣 也比你们高深 听着道坤的话 新兵玄也垂下了禽手 感到无力 好了 你们都不要太难过了 道坤强颜欢笑道 事已至此 我们只能坦然面对 今日为师把你们找来 便是告诉你们 四树新玉将不存在了 可你们要拥有铭记 我们都是四树新玉的人 还有 道坤话音一顿 起身严肃道 明日大笔时 你们之中参加博弈的 哪怕书 也要坚持博弈结束 也要坚守正对到最后一刻 明白吗 九人一口同声 道 徒儿明白 同一时间 兽族新玉 在兽族新玉深处的茫茫云海中 悬浮着一座 高达八十万丈的宫殿 副公主殿 此殿 便是兽族新玉掌舵者 亦是天门神宫唯一的副公主 九头祖龙的寝宫 紧闭辉煌 且极度奢华的大殿内 一名身穿 看似九旬的老者 正落坐于龙椅之上 老者身材虽小 却格外的精神绝朔 尤其是她一双金色而浑浊的双目 深邃得不敢令人直视 她便是副公主 在副公主身前 毕恭毕敬地站着一名看似八旬 身穿道袍的八旬光头老者 光头老者 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背叛四数新玉 带着四数弟子 来到兽族新玉的道前 此人亦是道坤的二师兄 副公主淡淡道 太上圣老 你很清楚 明日四数博弈事关重大 若我们兽族新玉的四数圣弟子 能够夺魁 如此一来 依照和公主的约定 四数新玉便是我们兽族新玉的了 你可有把握 文言 道前横眉竖文 想了想到 回禀副公主 坦白讲属下知道 四数博弈战胜四数新玉轻而易举 可是面对人族新玉的话 属下只有五成的把握 属下只是实话实说 还请副公主恕罪 副公主皱了皱金色眉头 道 你并没有罪 能实话实说 这点很好 你传令下去 让你清传弟子 明日全力以赴 若能夺魁 本父公主必有重赏 一日晨时 四数新玉 四数圣殿外的福禄之上 所有各门弟子 长老 大长老 太上长老 圣老 全部在此 众人凝望着四数圣殿 多数人眼眸中闪烁着盈盈泪光 因为他们清楚 四数新玉绘书 也知道书意味着什么 都把眼泪给老朽擦干净 随着一道震耳欲聋的苍老之音 大富翩翩的道坤 卖出了圣殿 沙沙沙 历时 黑压压的人群中 响起了擦拭泪水之音 道坤腾空而起 悬浮在四数浮路上空 环视四周 目光所及之初 停留三膝之长 仿佛要将看到的牢记于心 片刻后 他俯视着重高层 弟子 声音虽小 却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耳中 依照四数博弈规则 今日本太上圣老 要带你们全部前往人族心域 我四数心域输了后 那你们就会留在人族心域 听后安排 不允许再回来 我知道 你们很不舍 不舍得离开四数心域 这都是老朽的错 是老朽没有能力 培育好你们 才让四数心域 沦落这步田地 道坤虽然不让别人哭 而他自己眼中 却沉满了泪水 是老朽无能 是老朽愧对师尊 师尊 这不是你的错 习东海昂氏道坤 双目赤虹道 若非大师伯 二师伯 带着他们的清传弟子 背叛了四数心域 我们四数心域 才不会到这个地步 四数心域沦落到今天 罪魁祸首是他们 历时 千万弟子附和之音 响彻天地 罪魁祸首是他们 本章完 第2013章 世目以待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宇木 文言 道坤摆了摆手 示意众人安静后 道 罢了 罢了 都不要再说了 道坤看向大圣老魏锐 叮嘱道 这次 你就不要跟着去了 你留在这里 看守四数心域吧 魏锐点头道 属下尊命 道坤应了一声后 右手一翻 一枚令牌 自手中凭空而出 旋即 令牌内爆发出一束光柱 冲天起 射入了茫茫云海中 历时 苍穹中狂风大作 云海翻滚中 浮现出一道 高达百万丈的神门 此门便是通往人族星域 竹崽星的时空神门 竹崽星正是公主 方子夕的居住之地 而三大星域四数 圣子圣女的四数博弈 便是在此心上举行 嗡嗡 这时 虚空震荡 高达百万丈的时空神门内 散发出一盆耀眼的霞光 洒落在了道坤身上 跟本太上圣老走 道坤化罢 率先迈入了时空神门内 随后 各大圣老 太上长老 大长老 长老紧随而至 最后是千万弟子 整齐有序地飞入时空神门之中 一刻后 除了大圣老魏瑞外 所有人都进入了时空神门 消失不见 轰隆隆 震耳欲聋之音中 时空神门缓缓关闭 接着 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云海中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哎 大圣老魏瑞望着天际 刻写着岁月痕迹的脸上 写满了浓浓的不舍 完了 全完了 四树心域终究还是逃不过被吞并的厄运 想当初 祖师爷在世时 加上他老人家是副公主 我四树心域 是何等的辉煌啊 长探此处 一颗浑浊的泪水 滑落魏瑞 布满皱纹的脸颊 尽管他有万般不舍 可他清楚 四树心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一个时辰后 四十末刻 距离四树博弈 还剩一个时辰零一刻 道坤带领四树心域高层 千万弟子抵达了主宰星 从时空殿内源源不断地飞出后 朝主宰星中央的心域道场而去 心域道场占地极广 可容纳上百亿人 道场中央有一座悬浮于空的高台 这座福台并不大 只有万丈剑方 在心域道场正东方虚空中 屹立着一座气势辉煌的祖塔 祖塔分为七层 顶层上有两个位置 其中一个暂时无人落座 另一个座位上 则落座着一名身穿金色龙袍的老者 此人便是副公主 亦是兽足心域之尊 九头祖龙 另外一个位置 显然是公主方子西的 第六层位置上 共有三十六个席位 此刻 已落座着三十五名太上圣老 最后的一个席位 则是道坤的 由于四数心域弟子 只有千万人 故而 只有道坤一个太上圣老 而兽足心域弟子近八亿 人足心域弟子十二亿 因此 兽足 人足心域的太上圣老 共有三十五名 第五层祖塔席位上 已落座着三百多名大圣老 第四层上 落座着三千多名圣老 第三层上 则是三万多名太上长老 第二层中 端座着三十多万名大长老 第一层 则是百万名长老 由此可见 天门神功底蕴之身 此刻 心域福台左侧 驻足着十二亿人足心域弟子 最前方的弟子身高正长 月后排的弟子 体型愈发高达 最后一排的弟子 最高者已达到了十万丈 心域福台右侧 则标枪般 站着近乎八亿兽足心域弟子 这些弟子全部化成了人形 若不化成人形的话 以他们庞大的体型 别说一个心域道场 即便是一百个心域道场 也不够 此外 在主宰心上 除了心域道场外 还有一处心域斗场 顾名思义 心域道场是 论道四数而设 而心域斗场则是战斗 是为三大心域弟子切磋 竞技而设立 三大心域弟子 美度大比 甚至是高层道法切磋 都会在心域斗场进行 这时 祖塔六层中央的第三排席位上 落作着两名老者 光头老者便是 道坤的二师兄道前 另一名白发稀疏的老者 是道坤的大师兄道子 二人皆是太上圣老 当初道子 背叛了四数心域 来到了人族心域 而道前背叛四数心域后 进入了兽族心域 当然 客观来说 并不叫背叛 因为无论是在四数心域 还是人族心域 兽族心域 也都是天门神功的高层 站在公主方子系的立场 二人去哪里都一样 而在二人看来 当初他们觉得 四数心域会逐渐没落 才做了明智的选择离开 这并不叫背叛 可在四数心域所有弟子 高层心中 道前 道子 就是背叛 个人立场 定位不同 所想自然大相径庭 现实生活中 亦是如此 大师兄 好久不见 道前测试道子 抱拳而笑 道子皱了皱眉头 一脸嫌弃地 撇视道前一眼 便不再看到钱 哼 大师兄 您这是何意 道前皮笑若不笑道 不管怎么说 你我师兄弟一场 做师弟的 和你打个招呼 你至于理都不理吗 道子闻言 传音道 我就算是里一条狗 都不会理你 师尊当初的死 只有我们三位师兄弟清楚 而你明知是九头祖龙害死的师尊 你还投靠他 还算是人吗 听后 道前不露声色地传音道 道子 你别一正言辞地说我 咱们彼此彼此 你不也背叛了四数心域 你有什么脸面指责我 听着道前的话 道子想要反驳 却无言以对 怎么不说话了 道前面带冷笑传音道 大师兄 我就是看你不爽 也看师尊不爽 我哪里比你差 可当初师尊 偏偏处处 青睐于你 我告诉你 这次四数博弈 我会让我的弟子 打败你的弟子 文言 道子侧手 迷失道前 传音道 是吗 那我们拭目以待 这次四数大别 我的徒儿们会让你的弟子 输得一败徒弟 就在二人传音时 一名人族心域的太上圣老 话中带刺道 诸位 道坤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他会不这儿退呢 哈哈哈哈 本章完 第2014章 你开什么玩笑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哭哑语目 文言 其他太上圣老 窃窃私语 哈哈哈哈 还真是让人意外 我也以为道坤会不来呢 不过来的又如何 还不是要丢人现眼 对头 要是我 我才不来呢 明知自己的弟子四数造诣 不如我们人族心域 和兽族心域 却还偏要来 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张兄 此言差异 万一人家四数心域 可以赢呢 哈哈哈哈 赢 赢个归啊 就算太阳从西边出来 四数心域也赢不了 仲太上圣老的谈论之音虽小 却清晰地传入了道坤的耳中 道坤飞落在心域道场后 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猛然腾空而起 飞入了足塔六层 出现在三十五名 太上圣老身前 满腔怒火 骤然爆发 道坤怒视仲太上圣老 历声道 都给老朽闭嘴 谁若不服 现在就和老朽 比划比划 面对道坤的呵斥 仲太上圣老 哈哈大笑道 泽泽 吓死人了 道坤啊道坤 我们知道 在我公三十六位 太上圣老中 你实力排名第一 知道胆打独斗 不是你对手 不过 今日我们可不是在心欲斗场哦 就是就是 道坤你耍什么威风 有本事待会儿让你的弟子们四数造一夺魁啊 你四数心欲若能夺魁的话 我们都给你道歉如何 不过 很可惜 你们四数心欲根本赢不了 哎呀呀 好可惜 我想给你道歉 可惜没有机会 一道道刺耳 落井下十之音 传入道坤耳中 道坤冷冷地扫视重态上 圣老一眼 遏制着怒火 坐在了道前 道子中间的席位上 三师弟好久不见 道前测试道坤 淡淡道 刚刚三师弟 你好大的威风 就是不知道 四数博弈开始后 你的几个弟子 会不会和你一样威风 是啊 道子端起一杯美酒 品尝了一口 测试道坤道 三师弟 不是大师兄我说你 你还来这里干嘛 还嫌不够丢人的吗 一向脾气火爆的道坤 听着二人的话 气得肺都要炸了 嗖 啪 道坤抓起酒杯 豁然起身 竟然粗暴地 将酒杯砸在了 道子的鼻子上 大吼道 别叫我师弟 我不是你们师弟 啪 在众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道坤居然转身 出其不意的一介耳光 抽在了道前脸上 历时 道前嘴角溢出了鲜血 而道子鼻腔内 也有血液流淌而出 静 寂静 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道坤猛然回首 怒视众太上圣老 掷地有声道 老朽警告你们 今日谁都别他娘的没事找事 否则 不带道坤画坝 祖塔七层席位上的副公主 九头祖龙 威严之音响起 道坤 你好大的威风 怎么你当本副公主是空气吗 文言 道坤双目微眯 深吸口气 抱拳仰视着九头祖龙 恭敬道 属下没有对您不敬的意思 没有最好 九头祖龙俯视着道坤等众太上圣老 无庸置疑道 你们都是我宫的顶梁柱 当着弟子的面如此做 成何体统 从现在开始 任何人都给本副公主老实点 否则 羞怪本副公主不客气 仲太上圣老急忙起身 昂视着九头祖龙 恭敬道 属下遵命 同一时间 四数心欲 圣持天山后山 我终于参悟成功了 我终于参悟透彻了 盘歇而坐 神色憔悴的谭云 像是一个疯子一样 放声大笑着 他站了起来 激动地发狂 他终于参悟成功 四数造诣达到了 圣接道神丹师 圣接道神器师 圣接道神服师 圣接道神阵师 他怎能不激动 书然 谭云狂笑声戛然而止 却使他发现 一缕白发垂落在眼前 嗯 谭云剑眉一皱 旋即释放出神识 笼罩住了自己的刹那 他身躯猛然一震 却是发现 不知何时 自己已满头白发 怎么回事 我只是在此度过了百年啊 谭云迷惑中 仿佛想到了什么可怕之事 急忙操控神识 观看自己的脸庞 发现自己并未衰老 依旧英俊后 他这才如释重负 喃喃自语道 莫非这百年时间 我耗费心血 精力太多 这才变成了这副模样 旋即 谭云笑道 罢了 白了就白了吧 只要我英俊的容颜一在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新师姐和太上圣老对我不薄 这次 我要送给他们一个惊喜 谭云腾空而起 飞落在了疯癫上 呼喊道 新师姐在吗 久久无人应声 不在 他不是在闭关吗 怎么会不在 谭云暗存此处 猛然一惊 不好 依照时间 今日就是三大新玉弟子 四树博弈之日 一袭紫袍的谭云 白发舞动 化为一道紫色光束 朝四树俘路迸射而去 so 谭云飞落在四树俘路上后 对着四树圣殿呐喊道 太上圣老您在吗 太上圣老带着弟子们 前往人族新玉了 这时 大圣老魏瑞迈出了圣殿 看着谭云道 谭云 你有事吗 您是 谭云恭敬道 老夫是四树新玉 大圣老 魏瑞说道 大圣老 请问三大新玉四树 博弈在人族新玉何处举行 谭云问道 在公主的主宰心上的新玉道场 魏瑞说道 还有多久开始 谭云问道 还有半个多时辰就要开始了 魏瑞问道 怎么了 什么 只剩下半个多时辰了 以我的速度 根本来不及 谭云神色着急地看着魏瑞 恭身道 大圣老 晚辈有十万伙及之事 要在四树 博弈开始前 面见太上圣老 您能不能把晚辈送过去 魏瑞眉头一皱 太上圣老让老夫留在这里 没有他老人家的命令 老夫不能擅自离开 这样吧 你说说何事 老夫再决定 要不要送你去 谭云说道 回禀大圣老 晚辈想代表四树心欲 和人族心欲 兽族心欲 进行四树大比 此话一出 魏瑞愣住了 愣了一息后 魏瑞猛得一挥长袖 立声道 大胆小儿 你开什么玩笑 你是在耍本大圣老吗 本章完 第2015章 统统都是我的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哭牙语目 大圣老息怒 晚辈没有开玩笑 谭云躬身道 给我闪到一边去 魏瑞冷声道 你知道你说的话 有多么可笑吗 你连杂役弟子都不是 就要告诉我 你去代表四树心欲 参加三大心欲四树博弈 谭云心中不爽 面上却依旧恭敬 晚辈知道这样说 明必定不信 但晚辈说的都是真的 不待谭云话罢 心情本就压抑 烦躁的魏瑞 咆哮道 给我滚到一边去 再烦我 我一巴掌拍死你 滚 不怪魏瑞大怒 要知道 站在他的立场 一想到四树心欲将要被吞并 他真的很难受 在此时的他看来 谭云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戏弄自己的 在他心中 谭云的举动 就好比一个蝼蚁说 我要踩死大象一般的 荒谬至极 谭云双拳紧握 挺胸望着魏瑞 声音高了几分 大圣老 晚辈告诉您 您只要带晚辈去 晚辈便能力挽狂澜 保住四树心欲 晚辈知道 我的话很难让您相信 可是晚辈还是要说 您若不带晚辈去 您便是四树心欲的罪人 晚辈很理解您的心情 可 魏瑞嘶吼道 你找死 轰咚咚 虚空轰然崩塌 却是魏瑞抬手朝谭云拍去 请客间 谭云额头上布满了痘大的汉珠 他猛烈摇头 情真意窃道 请您想想 您是高高在上的大圣王 而我在您面前是如此的弱小 给晚辈一万个胆子 也不敢戏弄您啊 请您带晚辈前往人族心欲主宰心 若晚辈真的骗了您 不用您动手 晚辈自裁便是 请您三思 请您带晚辈去一趟吧 再说您也没有理由杀晚辈 依照公规 您若怀疑晚辈以下欺上 您也要有证据才是 而您现在根本无法证明 晚辈的话是真是假 您若杀了晚辈 依照公规您也是死罪啊 看着谭云真挚的目光 听着他如此说 魏瑞又长骤然一顿 悬浮在了谭云额头前 好 魏瑞怒急而笑道 你赢了老夫不杀你 老夫带你前往人族心欲 若你所言属实 老夫当着所有人的面 给你道歉 若你敢戏弄老夫 老夫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闻言 谭云顾不上擦拭 额头上的冷汗 恭敬道 多谢大圣老 哼 魏瑞冷哼一声 祭出了一块令牌 顿时 令牌内爆发出一束光柱 冲天起 射入了云海中 顿时云海翻滚 疾风呼啸中 浮现出了高达百万丈的 时空神门 哄咚咚 随着一阵巨响 时空神门打开后 魏瑞盯着谭云 冷声道 通过时空隧道 抵达主宰星耀一个时辰 我们恐怕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速度 画八魏瑞 飞入了时空神门 谭云紧随其后 转眼间 一个时辰已过 谭云赶到脑海中 极度的眩晕感消失后 自己和魏瑞出现在了一座巍峨的时空殿内 跟我来 魏瑞一把拉住谭云胳膊 踢着谭云凌空飞出了时空殿 朝星域道场而去 一刻后 五十一道 诸位速静 公主来了 足塔顶层席位上的九头祖龙 自席位上立即起身 历史 全场静无声 落真可闻其声 在所有人视线中 但见遥远的虚空中 一袭绿罗烟丝纱裙的绝色少女 凌空飞来 美艳绝伦的少女 便是公主方子曦 紧紧呼吸间 方子曦便从天而降 飞落在了足塔顶端 亭亭玉立 属下见过公主 九头祖龙朝方子曦 深深鞠躬 属下叩见公主 足塔中的上百万高层 纷纷起身 昂视着方子曦叩手 弟子拜见公主 三大心欲 共计二十亿弟子 不约而同的匍匐跪拜 齐声呐喊 声响震天 方子曦冷若冰霜 朱唇清起 天籁之音响起 免礼 谢公主 所有人纷纷起身 祖塔中的高层 相继落座 方子曦落座后 测试九头祖龙 副公主 时辰已到开始吧 属下遵命 九头祖龙领命后起身 声若红中之音 清晰地传入美人耳中 也传入了正在朝心欲道场飞来的谭云 魏瑞耳中 在四术博弈开始前 本副公主先宣布一下规则和奖项 博弈的规则是 三大心欲 各派出四名圣弟子 当然 只要个别心欲弟子有能耐 即便派出一名迎战也可以 从今以后 四术心欲便会成为最终夺魁心欲的附属之地 而参与夺魁的心欲弟子 公主会奖励一件 极品道王气的法宝 闻言 所有弟子眼神亮了 流露出羡慕之色 要知道 祖气之上 依次是祖皇气 祖地气 祖圣气 道气 道神气 而在道神气之上 才是道王气啊 而且还是极品道王气 被魏瑞领着飞行的谭云 心眸中流露出了激动之色 这时九头祖龙的话 又从遥远的天际传来 此外 夺魁心欲的弟子 还会得到九千万极品祖师奖励 若四名弟子共同夺魁 九千万极品祖师则平分 若参加博弈时 只有一人出战 且夺魁便独自享有九千万极品祖师 闻言 谭云兴奋之情 异于言表 因为他此刻太穷了 可以说 几乎身无分文 极品道王气是我的 九千万极品祖师也是我的 统统都是我的 有了祖师 我便可以在天门神功方程中购买所需之物 谭云下定决心 就算不为了四数星域 为了奖励也要夺魁 你激动了什么劲 魏瑞提着谭云 一边飞行 一边冷声道 你还真以为你能夺魁 谭云皱了皱鼻子 说道 晚辈尽力而为 无知 魏瑞摇了摇头 便不想搭理谭云 他压根儿不相信谭云的任何话 不是他不愿意相信 在他心中 谭云只是区区祖王进三重 就算懂得四数 顶多也是祖丹师 祖气师罢了 星域道场 祖塔七层 九头祖龙无庸志一道 参加四数博弈的三大星域弟子 上星域福台吧 本章完 第2016章 口出狂言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九头祖龙画坝 俯视着道前点了点头 道前心领意会地点了点头 他摸了摸光头 自席位上起身 朗声道 本太上圣老宣布 我受足星域出战的四人 皆是本太圣老的清传弟子 他们分别是 圣女祝萱萱 圣子梁不凡 龙奎 南宫鹏 嗖嗖嗖 随着道前画落 星域道场中 四道残影掠上了星域福台 画成了三男一女 三名男子气度不凡 而圣女祝萱萱 则落落出尘 碧月修花 告诉卫师 你们能否夺魁 道前俯视着星域福台上的四人问道 祝萱萱 梁不凡四人 神色肃母 异口同声道 回禀师尊 徒儿可以 好 道前抚摸着明灯般的脑袋 鼓励道 为师对你们有信心 话罢 道前收回目光 测试道子 淡淡道 大师兄 请吧 道子置若罔闻 缓缓起身 朗朗之音响彻星域道场 我人族星域派出圣女上官雨昕和圣子楚无痕 雨昕 无痕登台 是太上圣老 随着恭敬之音 一袭白袍 英俊不凡的楚无痕飞上星域福台的刹那 人族星域女弟子的人群中传出了阵阵欢呼声 嘻嘻 楚师兄真的好帅哦 是啊 楚师兄 真是我们人族星域中的全能型天才 他不仅单数 气数造诣 是我们人族星域弟子中第一 而且 还是实力第一 还有 楚师兄 可是我们人族星域第一美男子呢 楚师兄真的好棒哦 三个第一加深 怎么办我好爱楚师兄 听着台下女弟子们之音 楚无痕嘴角勾勒出一抹 自认为很迷人的笑容 他无视所有人 目光只是定格在了台下四数星域弟子前方的新兵玄身上 传音道 兵玄 待三大星域四数 博弈结束后 你们四数星域便会被吞并 届时 你会成为我们人族星域弟子 尽管到时候 你会被废除圣女之位 不过你放心 有我在 我迟早会帮你重新登上圣女之位的 因为我父亲 马上就要册封为人族星域的副公主了 文言 新兵玄冷冰冰的看着楚无痕 传音道 楚师兄的好意 兵玄心领了 不过我的事 不劳驾你费心 哼 楚无痕心中冷笑 贱人 给脸不要脸 你给我等着 我迟早有一天 要让你心甘情愿地任我摆布 就在楚无痕心中一银时 新玉道场中 传出一阵阵男弟子的低声细语之音 诸位快看 上官师姐登台了 上官师姐真美 不愧是我们天门神宫四大美女之一啊 是啊 是啊 上官师姐 真的太美丽了 不过 要我说 我们天门神宫 应该只有三大美女才是 四树心玉的新世界整天遮面 我都不知道她的模样 在男弟子们低声议论时 一名身穿紧身素衣的女子 飘上了心玉福台 婷婷玉立于楚无痕身旁 身穿紧装的女子 身材高挑 肌肤如雪 峨眉 摇鼻 樱桃小嘴 纤细而雪白的玉颈等等 她身上每个部位 都散发着令人心醉的美感 令男人观之 不忍亵測 尤其是她一双美眸 散发着淡淡的紫光 格外的迷人 她便是人族心玉弟子中的 第一大美女上官与星 亦是人族心玉所有弟子中 实力排名第二的强者 同时 她和楚无痕 皆非道子的弟子 可她却凭借极高的天赋 悟性 使她服术 震术造诣 碾压道子当初从四树心玉 带到人族心玉的弟子 此外 她还有一个令所有人都不敢轻视的身份 便是公主方子溪唯一的弟子 尽管生性风流的楚无痕 有一个位高权重的父亲 可她从来都不敢在上官与星面前放肆 毫无疑问 上官与星是天之娇女 而楚无痕 自然也是天之娇子 祖塔七层 席位上公主方子溪 俯视着心玉扶台上的上官与星 冰冷的眸子 才稍有缓和 流露出一丝期待之色 传音道 与星好好表现 上官与星 英姿飒爽地昂视着方子溪 传音时动听之音中 蕴含着掌控全局的意味 师尊放心 徒儿现在 已是圣街道神福师 阵术已达到了低街道王阵师 没有任何弟子 在福 阵两术中 可以胜过徒儿 即便兽族心玉中 也有圣街道神福师 但徒儿一定率先完成 服术上的博弈取胜 文言 方子溪点了点禽手 目光赞许传音道 你从来没有让维师失望过 这一次 维师相信也不会例外 维师期待你的表现 这时 第六层祖楼上 道坤自席位上缓缓起身 俯视着星玉道场上的新兵玄 苗清清 西通海等九位清传弟子 道 你们谁想上 就上吧 师尊 徒儿上 新兵玄毫不犹豫道 他知道 谁上去只会丢人 因为根本不是人族星玉 兽足星玉的对手 可他依然选择上去 由此可见 新兵玄人品不错 九师妹 我是大师兄 我上 西通海急忙道 大师兄 九师妹 还是我上吧 老七里红说道 另外 苗清清和几位师兄 亦是纷纷开口 面对此幕 祖塔上除了方子熙 道坤外 其他高层揭露出讥笑之色 因为他们清除 道坤的九个弟子 无论谁上 都改变不了失败的命运 你们别争了 我是大师兄 自然我上 不带袭同海话罢 这时 一道质地有生之音 从遥远的天际滚滚传来 新师姐 应战人族星玉 兽族星玉 岂有你们亲自出手 有我便已足够 此话一出 不仅新兵玄愣住了 全场上至高层 下至二十亿弟子 亦是如此 他们不明白 究竟是谁如此口出狂言 谭云 是谭云的声音 新兵玄芳心一阵时 祖楼上的道坤 显然也听出了 此话 是出自谭云之口 众人纷纷寻声望去 但见茫茫云海中 四数星玉大圣老魏睿 踢着一名白发青年 急速俯冲而下 飞落在了星玉道场中 谭云 你的头发怎么了 新兵玄看着谭云满头白发 语气关心 没什么 想的事情太多就白了 谭云的话 众人听得莫名其妙 不过 新兵玄和他的师兄师姐 以及道坤雀猜到 一定是谭云百年中 钻研四数秘点 四数心得的过程中 耗费心血所导致的 本章完 第2017章 伶牙立齿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语目 谭云面朝祖楼上的道坤 鞠躬道 太上长老 还请您允许 晚辈参加四数博弈 谭云 快退下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道坤说道 太上长老 您对晚辈不博 晚辈 想尽一些绵薄之力 能保住我们四数心欲 不被吞并 谭云鞠躬不起时 急忙传音道 您老放心 百年时间 晚辈四数早已达到了 圣阶道神丹师 圣阶道神器师 圣阶道神福师 圣阶道神阵师 只要兽族心欲 人族心欲中 参加博弈的圣弟子 四数造诣 没有达到 低阶道王级别 晚辈有信心 让他们全部输 谭云的话 犹如一枚重磅炸弹 丢入了道坤脑海中 震得他脑袋 嗡嗡之响 他老区剧烈发抖 静止从足塔六层 跃落在谭云身前 双手死死地 抓着谭云的肩膀 不停地重复着 你说的是真的吗 七字 星斌悬和师兄师姐们 面面相去 不知谭云和师尊说了什么 以至于师尊会如此势态 谭云看着道坤 激动不已 而期待的模样 脸上带着如沐春风般的笑容 回禀太上圣老是真的 您放心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好好 老朽期待你的表现 道坤身体 依旧不停地颤抖 坦白讲 他并不信谭云所言 因为谭云只是参悟了四数秘点 四数心得 短短百年 若百年时间 谭云四数造诣 真的达到了他所言的境地 那谭云该有多逆天啊 在道坤暗存时 祖塔六层上 道前摸了摸光秃秃的脑袋 似笑非笑地道 三师弟 这位祖王近三重的年轻人是谁 他究竟是何来历 竟有勇气当着所有人的面 说要代替四数心欲夺魁 这时 道子亦是面带耻笑 道 是啊 三师弟 你快给大师兄我介绍介绍 道坤懒得搭理二人时 祖塔七层上妇公主九头祖龙 俯视着谭云道 年轻人 你是否是我公弟子 若是 你为何不穿宗服 谭云 她是副公主 快行跪理 道坤忙不迭地传音道 谭云闻言 昂视着九头祖龙 正要下跪时 忽然瞪大了双目 仿佛看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一幕 在谭云惊讶的眼神中 他望着方子兮脱口而出 你怎么在这里 放肆 九头祖龙立刻道 你竟敢如此和公主说话 什么 我乐个去 她是公主 谭云浑身一震 他怎么都想不到 百年前对自己有恩的角色少女 竟然是天门神宫的公主 谭云立即跪下 叩手道 副公主息怒 晚辈 来人 死子对公主不敬 拖出去处死 九头祖龙大声命令道 闻言 谭云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崩腾而过 心中慰问了一遍九头祖龙的祖宗十八代 属下遵命 这时 一名执法太上圣老 从祖塔六层席位上起身时 方子熙开口了 坐下 是公主 那执法太上圣老下的急忙坐了下来 方子熙测试九头祖龙 冷若冰霜道 百年前 本公主和谭云有过一面之缘 当时他并不知本公主的身份 今日见到本公主 一时有失礼数 也是情有可原 九头祖龙笑道 公主说的是 是属下考虑不周 嗯 方子熙点了点禽手 俯视着谭云 道 你起来吧 谢公主 谭云起身毕恭毕敬 谭云 你方才说要代表四术新玉 参加四术博弈是吗 方子熙问道 回禀公主 是的 谭云低声道 方子熙皱了皱额眉 便未再说话 在他看来 区区祖王进三重的谭云 四术造诣再高深 也不是自己徒儿和其他圣子 圣女的对手 道坤 他是谁 九头祖龙俯视道坤 威严而问 此刻 不知情的众高层 众弟子 纷纷看向了谭云 他们很好奇 这个区区祖王进三重的谭云究竟是何来历 有什么背景 众人只听道坤说到 回禀父公主 谭云是属下的童子 文言 人族新玉 兽族新玉 多数高层 弟子捧腹大笑 忍都忍不住 啊 哈哈哈哈 我有没有听错 我还以为他是何方神圣呢 原来是一个连杂役弟子都不是的童子 是啊 真的笑死人了 一个童子居然跑来大言不惭地说 要代表四数新玉 参加四数博弈 就是就是 这时 道前朗声道 肃静 顿时 全场安静下来后 道前俯视着道坤 呵呵笑道 三师弟 你们四数新玉是没人了吗 居然沦落道 让一个童子 替你们出风头 若师尊知道的话 一定会气得从棺材内跳出来吧 这时 道子附和道 三师弟 你不会真打算让这个谭云 参加四数大比吧 我明白了 你这是 明知自己弟子会输 而故意 让这个小子出来 恶心我们的是不是 听着二人的话 谭云抱拳道 两位太上圣老 不待谭云话落 便被道前咒骂打断 闭嘴 你算什么东西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再插嘴一句 本太上圣老杀了你 谭云心中 一团怒火 蒸腾而起 声音高了几分 您贵为受足新玉的 太上圣老 却如此目无公规 羞辱晚辈 你这是知法犯法 请问 晚辈哪里有错 公主和我四数新玉祖师爷 还有当今副公主 建立四数新玉时 便立下公规 但凡天门神宫之人 无论身份高贵与否 都有说话的权利 晚辈虽不是天门神宫弟子 却是四数新玉的人 晚辈哪里有错 您会如此肆无忌惮地 当着公主的面羞辱晚辈 甚至想草菅人命 公主在此 都会让晚辈住口 您凭什么如此 莫非 您眼中没有公主 当天门神宫 是你家不成 还是说 公规在您眼中 分文不值 此话一出 道前气得欺笑声烟 鼻子都被气歪了 好你个伶牙利齿的小儿 你敢污蔑 好了 闭嘴 这时 方子熙开口 道前当即闭口不言 方子熙俯视着道坤 背齿轻起 冷冰冰地道 道坤 道前说的也不无道理 今日参加博弈的 皆为我公圣子圣女 而谭云并非我公 真正意义上的弟子 且还是祖王静三重 如此一来 你若真让他参加四数博弈 确实有些明知 自己四数新运会书 而故意让他参加 让其他人难堪的嫌疑 本章完 第2018章 难如登天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雨木 道坤想了想到 公主 您和其他人的想法属下理解 不过 属下还是想让谭云试一试 当然属下会给您个交代 若谭云四数水平 在三大新玉参加博弈的圣弟子中垫底 属下愿以死谢罪 给您和诸位一个交代 此话一出 谭云愣住了 传言道 太上圣老 您 谭云你不必多说 我这样 说和你没有关系 道坤传言道 老朽早已决定 若四数心欲被吞并后 老朽便会自裁 向师尊在天之灵谢罪 坦白讲 虽然你参悟四数心得 四数秘点白了黑发 但老朽依然不信 你的四数造诣 会达到你说的地步 毕竟你只是指上谭兵 说四数造诣 都达到了圣阶道神级别 但你却从未练过一次丹 当然 老朽如此说 不是怀疑你夸下海口 而是有时候 你没有亲自练丹 练气 练福过 你的思想会误导你啊 听着道坤的话 谭云并未在解释 因为他清楚 纵使自己解释万变 道坤都很难相信 与其解释 倒不如选择沉默 解释 用事实证明 用结果 来羞辱看不起自己的人 方子熙俯视着道坤 既然你如此说了 本公主便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玄机 方子熙测试九头祖龙 问道 副公主 你可还有异议 九头祖龙眉头紧簇 装作一副以大局为重的模样 公主 虽然属下没有异议 不过 这个谭云连杂役弟子都不是 他根本不可能是人族心域 兽族心域圣子 圣女的对手 他输了不要紧 可会害死道坤的呀 文言 道坤不假思索道 多谢副公主关心 属下听天由命 不用您挂念 道坤在说话时 想到师尊的死 他恨不得冲上去撕了九头祖龙 然而 他知道不能 因为九头祖龙的实力 比自己强大的太多太多 同时 道坤笃定主意 待谭云输了后 自己临死之前 一定要将九头祖龙杀害自己师尊之事 公之于众 既然道坤你都这样说了 那本父公主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九头祖龙俯视着道坤 声音冷了几分 道坤视若无睹 他拍了拍谭云肩膀 道 不要有什么压力 上台吧 嗯 谭云点了点头 转身刚略上高台 下方响起一道 蕴含着焦虑不安的天籁之音 谭云 你行吗 谭云回手俯视着新兵玄 嘴角勾勒出一抹笑意 传音道 新师姐 任何时候 男人都不能说不行 你放心 只要我谭云在 四数心欲就保住了 听着谭云的话 看着谭云的眼神 新兵玄自己 都不知为何 心中多了几分安宁 新兵玄抿了抿朱唇 传音道 我对你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若你真能赢 任何要求我都答应你 在新兵玄心中 四数心欲是自己太祖打下的江山 没有任何事 比保住四数心欲更加重要了 任何要求吗 谭云传音而笑 一直以来 我很好奇新师姐的模样 这样吧 我若赢了 你就接下面纱吧 闻言 新兵玄不知想到了什么 焦躯一颤 似乎面纱不能轻易解下一板 他心跳加速 望着谭云 暗存道 难道我真的要为他解下面纱吗 在新兵玄犹豫时 九头祖龙不容置疑之音响起 所有人安静 接下来本父公主 说一下四数大笔规则 所有人洗耳聆听 偌大的新玉道场 安静地唯有疾风划过的呼啸声 谭云眉头一皱 他发现四数福胎上 人族新玉的圣子楚无痕 和兽族新玉的圣女祝萱萱 以及圣子梁不凡 龙奎 南宫鹏 望着自己的眼神中 竟是鄙视之色 而身穿紧身素衣的人族新玉圣女上官于心 自始至终都未看谭云一眼 鄙视 谭云心中冷笑 老子会让你们知道 你们连鄙视我的资格都没有 这时 九头祖龙宣布道 由于四数新玉 只有谭云一人参加 故而 接下来要进行四场对决 四场依次是单数博弈 气数博弈 镇数博弈 服数博弈 四数博弈各分为三局 前两局各25荣誉积分 第三局50分荣誉积分 每场共100积分 得分最高者便意味着胜出 接下来举行第一场 丹数第一局博弈 第一局则是抢达较量 公主会得出三种极品道神丹 你们首先要识别丹药 然后 判断出炼制三种极品神丹时 所需要的神药 还有本妇公主提醒你们 这三种极品道神丹 皆是公主亲自炼制 而炼制出三种极品道神丹的神药 很多种是药性相近的 意思说 你们很容易会混淆 最后 本妇公主提醒你们 一旦抢达后 三种极品道神丹 若有一处说错 那么就意味着第一场丹数博弈 自己的心欲以失败而告终 而另外两个心欲弟子 便以不战而胜结束比赛 此话一出 心欲福台上 谭云 上官与星 楚无痕 筑萱萱 梁不凡 龙奎 南宫鹏七人神色陡然凝重下来 之所以七人神情大变 原因有二 第一 一旦抢达后出现丁点错误 便意味着自己心欲的第一场丹数博弈 彻底败北 而两外两大心欲 会得到荣誉积分 不战而胜 毫无疑问 事关重大 第二 亦是最重要的 众所周知 若自己是圣阶道神丹师 可以炼制出极品道神丹 也很容易说出公主接下来拿出的三种极品道神丹的名称 可是 若公主炼制三种丹药时 把常规的神药调换成其他神药来代替 那么 若仅仅通过外观 药味 分辨出炼制三种丹药所需的神药 可谓难如登天 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除非参加单数博弈的谭云七人中 有人丹树造诣超过了圣阶道神丹师 达到了低阶道王丹师 才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 故而 丹树博弈第一局还未开始 谭云七人额头上 便凝聚出了痘大的汗珠 可想而知 他们压力之大 可想而知 他们是多么地重视这次博弈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不仅仅代表的是个人 而是自己背后各自的心欲荣耀 这场无声的战场 比打得天崩地裂 更加火药味十足 本章完 第2019章 此乃霸气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语目 九头祖龙俯视着谭云七人 本副公主说的 你们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谭云七人一口同声 九头祖龙看向方子熙恭敬道 公主 可以开始了 嗯 方子熙点了点琴手 自席位上缓缓起身 步步声连地来到了塔边 俯视着谭云七人道 本公主现在宣布 单数博弈第一局开始之前 为了以防四数博弈的公正 会打开阻隔神石传音的大阵 如此一来 便无人可以暗自给参加博弈弟子传音作假 当然博弈弟子 还是可以释放出神石 话罢 不见方子熙有何动作 整个星域道场边沿 散发出一道道摩天光幕冲天起 自虚空中交汇在一起 笼罩住了整个星域道场 如此一来 星域道场中的任何人 都无法再传音交流 旋即 方子熙柔弱无骨的玉壁 轻轻一幅 立时二十一道黑 白 紫的纤细光束 自虚空中迸射而下 化为二十一颗丹药 分别悬浮在了谭云七人身前 每个人身前的三颗丹药 分别是一颗乌黑 一颗雪白 一颗紫色 三种丹药内 清晰可见 蜷缩着一尊婴儿般的丹胎 意味着三颗丹药 皆是极品道神丹 嗖嗖嗖 万众瞩目中 楚无痕 梁不凡 龙奎 率先迈出一步 各捏起悬浮在身前的一颗丹药 开始观察 闻了起来 而上官雨昕 祝萱萱 南宫鹏 则站在原地 因为三人是以服术 阵术见长 故而 不参加单数博弈 上官雨昕看向楚无痕 他对楚无痕有信心 可以单数博弈第一局胜出 虽然此人生性风流 他对其没有丝毫好感 可他不得不承认 楚无痕 的确是天才中的全能型 而祝萱萱 南宫鹏 则看向梁不凡 龙奎 期待二人中 有一人可以率先抢答 反观谭云依旧驻足原地 目不转睛地盯着悬浮在不远处的三颗丹药 谭云 只要不抢答 等他们出错 便有机会胜出 道坤之音虽小 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 众人文言 虽然觉得道坤的话有些无耻 但是不可否认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所有人心中 谭云无论是丹术 还是气术 服术 震术 在上官与星六人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他登台就是故意恶心人的 太上圣老 晚辈明白怎么做 谭云应了一声 接下来的举动 令人不惊一愣 但见谭云招手间 悬浮在身前的三颗丹药 全部飞入了手中 接着 谭云闭目凝神 开始闻起来三颗丹药 眼见此目人群中 不禁窃窃私语 看到没有 真是笑死人了 即便是楚无痕 梁不凡 龙魁三位圣子 也是先拿起来一颗丹药 分辨炼制丹药所需的神药 可是谭云呢 他居然将三颗一次性 全部拿了起来 他以为他是谁 比三位圣子的丹术造诣 还高深 妾 要我说 他就是故弄玄虚装逼的 他明知自己不行 却做出如此花里胡哨的举动 来伪装他的心虚 这种人最恶心 就是就是 真的好恶心 众弟子议论声 传入公主方子熙耳中 他并未让所有人安静 毕竟 人人都有探讨的权利 方子熙望着谭云 额眉淡淡促起 暗存道 百年前出狱 他满头黑发 时隔百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会变得满头白发 转眼间 一个时辰已过 谭云横眉竖纹 依旧纹着手中的三颗丹药 额头上布满了细腻的汗珠 纹味变丹 不是谭云第一次做 但毫无疑问 这一次是难度最大的 滴答滴答 一颗颗痘大的汗珠 顺着谭云英俊的脸颊 滴落在高台上 溅起一朵朵水花 从谭云的神态不难看出 他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事实的确如此 他通过味道发现 这三颗极品道神丹中 有很多种神药 和其他神药类似的 如此辨别起来 真的太难了 反观谭云身旁的 储无痕 梁不凡 龙魁三人 不知何时 早已汗水打湿了长袍 三人并未闭眼 他们在变丹的同时 也在观察着彼此 看彼此是否有 开始抢达的征兆 至于谭云 三人一直以来都是直接无视的 在三人心中 对手只有彼此 而没有谭云 在三人心中 谭云就是个废物 不配和自己同台竞技的废物 滴答 滴答 三人眉头紧锁 汗如雨下 当发现彼此都没有强达的征兆后 三人不约而同地闭上了双目 全神贯注地闻着丹药 这时 九头祖龙自祖塔七层席位上起身 道 本副公主提醒诸位 单数博弈第一轮 是为时三个时辰 现在 已过去一个时辰 还剩两个时辰 你们掌控好时间 若届时无人抢达 第一局便是平局 就在九头祖龙画坝 弟子人群中 传出一阵惊呼声 老天 你们快看 我们人族心欲的楚师兄 已经完成第一课 几品到神诞的辨别了 是啊 我们楚师兄真的好厉害 从他的表情便能看出 他第一颗几品到神诞辨别的结果是正确的 在众人视线中 但见楚无痕 嘴角微微上扬 带着自信的笑容 将手中第一颗几品到神诞 放在了虚空中 接着 拿起了第二颗 开始闻了起来 眼见此目 四树心欲 兽足心欲的弟子 则是脸上毫无笑意 片刻后 兽足心欲弟子中 响起了潮水般激动之音 快看 我们兽足心欲的梁圣子 龙圣子 几乎同时完成了第一课 几品到神诞的辨别 也开始观察第二课 几品到神诞了 是啊 太棒了 我相信 我们兽足心欲 一定会胜出 在兽足心欲中弟子激动不已时 四树心欲的千万弟子 望着 已闭上双目 渐眉紧促的谭云 脸上 没有半点期待之色 因为他们根本不信 谭云能变单成功 没人信 一个人都没有 谭云如同走在沙漠中 寻找绿洲的行者 他不在乎 别人如何看待 自己能否找到水源 也不在乎 别人对自己比仪 嘲讽 不懈的目光 因为他始终坚信自己 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始终坚信 自己可以创造出 别人眼中的奇迹 这不叫自负 因为此乃霸气 本章完 第2020章 一鸣惊人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宇木 转眼间 半个时辰已过 楚无痕率先完成了 对第二颗极品道神丹的辨别 他带着得意的笑容 将第二颗极品道神丹 放在了身前的虚空中 旋即 楚无痕探出两根手指 捏住了旋浮在身前的 最后一颗丹药上 他并未立即观察 最后一颗丹药 而是瞥视了一眼身旁 闭目凝神 还在观察第二颗极品道 神丹的梁不凡 龙奎 这是不懈的眼神 是掌控全局的眼神 接着 他便闭上了双目 开始闻着最后的一颗紫色丹药 这一幕 令人族星域十二一弟子 振奋不已 尤其是女弟子 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尖叫 哇 楚师兄帅呆了 人家太崇拜他了 我也是 我们楚师兄 真的无懈可击 任何弟子 都别想在丹树博弈中打败他 嗯嗯 是的是的 希希 听着人族星域弟子们的欢呼声 星域福台上的梁不凡 龙奎身体猛然一抖 二人未想到 楚无痕变单的速度 竟如此迅速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当丹树博弈第一局 进行到两个时辰时 星域福台下 兽足星域弟子中 传出了潮水般的激动之音 诸位快看 我们梁圣子 完成第二颗丹药的辨别了 开始辨别第三颗丹药了 是啊 太好了 龙圣子也完成了 他也开始观察第三颗祭品到神丹了 啊呀 我太兴奋了 我们兽足星域 还是有机会 丹树博弈第一局率先胜出的 此刻 在兽足弟子讨论时 人足星域弟子也在讨论着 而整个祖塔上 上百万天门神宫高层也在低声交流着 在多数高层心中 不出意外的话 楚无痕将会率先完成第三颗神丹的辨别 而进行抢达 同时他们清楚 一旦抢达 那么胜出的几率至少在九成以上 因为事关重大 他们知道 楚无痕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 反观四数星域 中下之弟子 上至太上圣老道坤 脸色要多难看 便有多难看 就在四数星域所有人感到无望时 闭目闻着手中三颗丹药的弹云 嘴角划出一抹笑意 他徐徐睁开了双目 疾风吹过 吹散了他的满头白发 遮挡住了双目 却无法遮掩他掌控全局的目光 谭云昂视着方子曦 声音虽轻 却传入在场每一个人耳中 公主 晚辈便单完毕 此话一出 犹如滔天骇浪 吞噬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什么 方子曦郊区微微一颤 自席位上徐徐起身 俯视谭云 美眸中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目光 你确定 你便单的结果是正确的 谭云想了想到 回禀公主 晚辈确定 闻言 方子曦美眸中流露出了难以掩饰的期待之色 珠唇煽动 天籁之音响起 本公主宣布 单数博弈第一局 四数心欲的谭云得到了抢答权 怎么会这样 心欲扶台上 楚无痕豁然睁开了双目 他双拳紧握 咬牙切齿道 本圣子马上就要完成第三颗丹药的辨别了 他怎么可能比本圣子还快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的回答一定是错的 一定是错的 想到这里 楚无痕眼神中的担忧之色 荡然无存 他绝不相信 谭云会回答正确 受足心欲的圣子梁不凡 龙奎和楚无痕抱着同样的想法 此刻 人足心欲 受足心欲 近二十亿弟子 无人相信谭云能回答正确 包括足塔上的人足心欲 受足心欲高层 亦是如此 其实 方子稀 道亏也不信 尽管道坤不信 可他依旧要在这个时候鼓励谭云 他自席位上起身 俯视着谭云道 谭云 老朽相信你 谭云微微一笑道 太上圣老 其实您的眼神已经出卖了您心中所想 不过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您对晚辈不薄 晚辈必定捍卫四数心欲的尊严 捍卫四数心欲祖师爷的尊严 听着谭云的话 道坤微微一愣 这时 新兵玄美眸中流露出深深的期许之色 忐忑动听之音响起 谭云 你真的有把握吗 在新兵玄询问时 西通海 苗清清等八位师兄师姐 望着谭云也投去了询问的目光 谭云灿烂一笑 放心 有我在 一切都不是问题 看着谭云真挚的目光 新兵玄点了点琴手 未在开口 听着谭云的话 四数心欲千万弟子 双拳紧握 穆寒七代 至于人族心欲 兽族心欲的众高层 弟子 则认定谭云这个连杂役弟子 都不是的祖王进三重楼椅 是口出狂言罢了 方子西环是下方三大心欲弟子 接下来 在验证谭云回答是否正确的过程中 任何人都要保持安静 属下 弟子遵命 众高层 弟子纷纷应声后 闭口不言 心欲道场中 安静的只能听到众人的心跳声 众人屏息一旦 谭云 验证开始 方子西说道 是公主 谭云应声后 右手一挥 白色丹药 紫色丹药 飞离手掌悬浮在了身前 手中只留下了黑色丹药 谭云昂是方子西 右手捏着丹药 滔滔不绝之音 响彻整个心欲道场 此丹明约 极凭毁魂灭胎道神丹 药性刚猛 毒性极为强大 即便是道神境大圆满的强者 服用一颗 他的道神魂 道神胎 也会遭到毁灭性的损害 此丹被称之为 道王境强者以下 三大致命的毒丹之一 方子西点头道 说得不错 继续 是公主 谭云应声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定格在了谭云身上 知道重点来了 谭云捏起极瓶毁魂灭胎道神丹 接下来的一句话 令楚无痕 梁不凡 龙魁三人 脸色大变 令方子西感到震惊 但见谭云说道 通常情况下 炼制此丹 需要一千六百种神药 晚辈未说错的话 公主宁炼制此丹时 多用了三种 将三万年份的 昆仑雪神连取消 而是使用了一万年份的四种 谁属性神药来代替 文言 方子西美眸中流露出 难以掩饰的震惊之色 众人并未闻单 故而 并不知谭云说的是否对 不过 从公主的眼神中 看出谭云必定说对了 谭云莫非真是不明 则已一鸣惊人 方子西按道一声后 道 谭云 你接着说 本章完 我最后能够能够 现在有了并不线的 最后能够 Couldn't 对吧 杀刘